大家好,我是李云飞 近期部分城市出现了房价暴跌的现象 56平方米的楼房售价仅为2万元人民币 挂牌价在2,3万元或者是3,4万元一套的商品房很多建 这与其他城市啊 每平方米万元起步的房价来讲 简直是天壤之别 有网友说,这在哪个城市呢 你告诉我,我先买一套放着等着养老 不要急,我们接着往下看 在府心市,现在单套商品房售价在脸3万元的楼房很多 在高德东山小区 一套位于6楼顶层的55平米 2008年建成的毛皮房 挂牌价仅为3万元 那房东表示啊 3万元的价格还可以再商量 而在这个小区里边 超市、药店、饭店、幼儿园、健身器材等配套设施呢 以应俱全 是不是亮下了你的双眼呢 你没有听错 房子真的迎来了白菜价 马云的预言成真了 有专家表示 从产业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呢 府心现在的房价实质上是所有资源型城市 发展到一个时期以后 所面临的有待解决的普遍性问题 那府心曾经被称为中国的煤度 那经过多年的开采之后 府心的煤矿资源已经枯竭了 2001年 府心被正式认定为大陆第一个资源枯竭性城市 因为煤矿资源枯竭 其他产业发展的又没有跟上 那就业与发展的机会就会相对的减少 当地的青庄年就会不断的外流 再加上随着城市人口的老年化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府心房地产市场赞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那房价如葱的城市 除了府心还有一个城市 那就是黑龙江的鹤岗 那之前有爆料说 一个小伙花了三万元 在鹤岗买了一套商品房 那结果由于生活的压力 一年之后又以连点二万的价格卖了出去 那这样下去 房价连白菜价都不如了 那现在的房价市场出现了连种极端 一种是房价高的你买不起 动一动就是上百万元 那一种呢 是房价便宜的你不敢相信 就像府心鹤岗这些城市 房价是真的如从 网友说 自建房的成本价格都不止这个价钱 那房价一直是人们所关注的话题 有人说 未来房价不可能降 它是整个经济的支柱 那房价一降 整个经济都要崩盘 也有人说 未来房价一定会降 那因为供大于求啊 现在控制房这么多 当人们的房子都购住以后 这么多房子到底要卖给谁呢 那未来房子到底是涨价呢 还是会降价呢 其实现在的房子承担了两个使命 一个是投资使命 一个是刚需使命 我记得有个经济专家曾经表示过 未来人在哪里 房价就会在哪里 那未来一线城市的房子 还是会呢 稳涨不降的 能买到就是赚到 三四线城市的房价则会回调 毕竟呢 现在三四线城市的房价也不便宜 有一定的回调空间 那这个观点啊 我还是比较客观认同的 从这点上来讲 未来房价的涨价 与城市的经济发展 人口流动息息相关 和建设成本真的无关 所以说 如果你要是以投资为目的的话 那么就选择在一线城市买房 那毕竟啊 一线城市的高房价 已经不是以住房为目的的了 是以投资 商业为核心的 那这就是为什么 一线城市的房价在未来 还会涨的原因 那因为城市人口流入性强 商业机会大 当然房价也就会水涨船高了 那如果你是以自住刚需为目的的话 那么就再等一等 等三四线城市的房价 回调的差不多了 我们再适当的入手 我们真的没有必要把一辈子的积蓄 全部都画在了房子身上 更有网友说 实在不行 等我老了 就去复兴和鹤岗 花三万元买一个房子来养老 那你觉得房价在未来 是涨呢 还是这样呢 三万元一套的商品房 你会买吗 那说一说你的看法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见 给大家看